這裡有一條直線 它的方程式叫做 我們把這條直線寫成 這個叫什麼式 對不起,這個叫一般式 然後在這條直線外有一點P P點的作標叫S0Y0 從這個P點 往這條直線做一個垂線 垂足如果令它叫做Q的話 同樣你知道 所謂點到直線的距離 我們指的就是這一段最短的距離 這個垂直距離 這邊就是這個垂直距離 那就是這個PQ線段的長度 我先來問同學 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我們以前怎麼被 還記得嗎? 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你告訴我 上面是什麼東西 把點帶入方程式要取什麼值 絕對值很好 這幾個我們以前學過 把點帶入方程式取絕對值 哪一個點帶進去 S0Y0這個點把它帶進去 所以會得到AX0 加上V倍的Y0 再加C 點帶入方程式取絕對值 這樣可以嗎? 那除以什麼東西? 開根號 對,除以西數平方合開根號 那西數平方合指的是什麼? 同學這條直線 S跟Y的西數 對不對? 所以這個根號裡面是什麼東西呢? 根號裡面是A0 再加上V的平方 來 這個在我們第二次段考 其實我就有教過了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就有偷偷的用到這個公式 點到直線的距離 把它寫上去 欸這個公式很重要 期末考的證明題喔 我才很有機會考這一題喔 等一下我來證一次給你看齁 來,這個公式 我把它框起來 OK 那這個公式要怎麼證明齁 課本它是這樣證齁 來,你跟著我一起寫齁 同學我們知道直線有什麼像樣 直線是不是它會有法項量 我們現在把這條直線的法項量把它怎麼樣 把它抓出來 不然請同學告訴我 這一條直線的法項量 你只要觀察什麼東西就可以得到 S跟Y的西數對不對? 所以它的一個法項量顯然就是誰? 顯然就是AB 來,這樣有沒有問題? 然後從這裡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喔 團學這個PQ向量喔 這一個PQ向量 來,團學這個PQ向量跟法項量是什麼關係? 你告訴我 團學這個PQ向量跟法項量是什麼關係? 平行 簡單來講這個PQ向量 其實它是法項量去做一個什麼樣的動作? 伸縮 這個PQ向量其實它可以寫成一倍的法項量 這樣寫你可以接觸嗎? 知道我在寫什麼嗎?對不對? 我們現在感興趣的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現在感興趣的是這個PQ的長度對不對? 所以我們幫它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絕對值 來,我們是不是對這個東西感興趣? 我們對PQ向量的長度感興趣嘛 就是這個點到直線的距離 對吧? 那這個東西 同學你仔細看喔 T貝的法項量加絕對值 其實它可以把它拆開 拆開變成什麼東西呢? 欸? 拆開變成P的絕對值 然後再乘上什麼東西? 法項量的絕對值 所以你知道法項量它是個項量 項量的長度就是掛絕對值的 項量的長度是什麼? 分量平方和開根號 所以法項量的長度我們知道它是誰? 它是根號的什麼東西? A平方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B平方 來,我等你 你先寫到這邊 欸,這樣寫可以嗎? 欸,這樣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你只要把誰找出來 這一題就解說了 你只要把D找出來 這一題就解說了 對不對? 這一題你只要知道D是誰 是不是就可以證明出來? 你說老師我怎麼知道D是誰? 教你一個方法 課本是這樣子證的 我們假設這個學組點 這個Q點的座標 叫做S1Y1 來,直接聽喔 假設這個Q點的座標叫S1Y1 我們現在把這個PQ項量把它寫出來 PQ項量根據定義 它是用後面的座標 解前面的座標 所以它應該寫成S1-爪 S1-X0 然後這邊是什麼東西? Y1-爪 Y0 那我們想得PQ項量會等於T倍的法項量 所以它又可以寫成什麼東西呢? T倍的法項量 然後從這裡 同學你就發現一些事情 發現什麼事情呢? 來仔細看喔 同學 S1-S0等於AT 那麼請問你 S1是誰? S1 是不是你可以把這個-X0把它搬過去 所以S1其實它就可以寫成X0再加上什麼? A 對,再加上AT 跟著我寫 這樣可以嗎? 然後同樣的道理喔 同學 這個Y1 其實它也可以寫成Y0再加上什麼東西? 再加上B 那當然你心裡會覺得有點納悶 想說 老師你為什麼要這樣寫? 同學你觀察 這個圖形 同學我問你 S1Y1這個點就是這個Q點 這個Q點是不是在這條直線上? 換句話講 我把這個點的座標 帶入這條直線的方程式會怎樣? 一定會成立 對不對? 所以同學你看喔 我現在接下來就怎麼樣? 把這個交流把它帶入 帶入這一條L的方程式 就把它帶進去 把這個點帶進去 帶進去之後 我們來整理一下 我們會得到A倍的 來A倍的X0 加上什麼? AT 再加上V倍的 來這邊是Y0 加上什麼T? 加上VT 然後再加上什麼東西? 再加上V 會等V 我這樣寫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情嗎? 我把它帶入這一條直線的方程式 其實做到這邊這一題已經快結束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裡已經得到一個 跟T有關的等式 等一下你只要把T解出來就好 我現在解給你看喔 我把它整個打開 打開之後會出現什麼東西呢? 會出現AX0 再加上什麼? 加上V倍的Y0 再加上C 然後會等於 同學這裡打開會有A平方T 這裡會有V平方T 你把它全部搬過去 加的會變減的 我們可以把誰提出來? 我們可以把負T提出來 比如說把負T提出來的話 你告訴我 後面括號裡面剩下誰? A平方加什麼? V的平方 之後我在寫什麼東西? 我去整理這個四值 所以從這裡你就得到 來得到什麼東西? 同學你告訴我T是誰? T不就可以把它再除過去嗎? 把它寫成負的什麼東西? 負的A平方 加上V的平方 然後上面是什麼? AX0 加上V的Y0 再加什麼? 再加C 來我先到這邊暫停一下 有需要寫的同學你可以寫一下 寫到這裡可不可以? 可以齁 同學大家寫到這裡之後 我跟你講我們這一集的證明 其實已經大功告成了 我們要求這個PQ 向量的絕對值對不對? 要求這個長度 我們前面這裡有一個T的絕對值 所以我們這裡有個絕對值 來我們一起寫喔 這裡有個絕對值 絕對值裡面要擺誰? 要擺T喔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T把它丟到絕對值裡面 把它丟進來它就會變成這樣子喔 這裡是A平方加上V的平方 然後上面是AX0加上V倍的Y0 再加上多少?C 這樣寫功類 把它丟進去 然後後面再乘上什麼東西? 後面再乘上根號的什麼? A平方加V的平方都有 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知道喔 然後這裡有個小地方啊 要跟我們班同學講一下 同學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負號我沒有寫出來? 你知道為什麼? 絕對值裡面自己加負號有沒有關係? 我的意思是說 同學我問你 絕對值的3有沒有等於絕對值的負3? 你覺得有還是沒有? 有喔 所以在絕對值裡面自己加一個負號也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像這個T等於負的這一坨東西 你把它丟進來之後 其實那個負號你可以把它吃掉沒有關係 聽懂這個意思嗎? 那個負號你可以把它吃掉 好 那其實我們就證明出來啦 因為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如果你在做約分的動作的話 最後你就得到我們鼎鼎大鼎的 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這個跟這個約掉 這邊會剩下根號的什麼東西? A平方加B平方 那上面會變成絕對值裡面是什麼? AX0加上BY0再加上C OK 同學這樣就證出來了 對不對 點帶路方程式取絕對值 所以卸錯平方而開根號 看一下 課本其實就是這樣證的對不對? 想想看喔 有沒有問題 OK嗎? 來 給同學一點時間你思考一下 等我教完那個後面的正攝影 或許我們會再回來用正攝影的角度 再看一次也說不定 來 同學課本是這樣證的 給你參考一下 來 想想看喔 那我們針對這個題目 旁邊寫一個例題就可以 來 我們旁邊一起寫一個例題 來 今天的例題 來 這個題目給他兩個讚喔 這蠻基本的 來 如果有一個A點 來 這個A點的座標叫做誰? 叫做43 然後有一條直線L 可是這條直線呢 我偏偏要把它寫成參數式 X叫做1-3T 來 Y叫做誰? Y叫做2加幾T 4倍的T 然後這個T屬於什麼數? 屬於時數 OK 我把這條直線寫成參數式 這樣可以嗎? 然後這個題目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喔 我要求什麼? 我要求這個A點到直線L的距離 來 點到直線的距離喔 把這個題目點上去喔 可以嗎? 來 我們等同學 這個題目一般來想要怎麼做 來 這個同學幫我這邊 同學我問你 這個叫做參數式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要求點到直線的距離 你要先把參數式寫成什麼式? 要寫成一般式 那參數式畫成一般式 大概有幾個不同的策略 最常見的策略是什麼? 把這個T削掉寫成一般式對不對? 可是我想要稍微的來訓練一下各位同學喔 我們之前其實有教過 或者給你猜數是 你可以馬上看出這條直線的什麼向量 欸 告訴我方向向量對不對? 來 你把他的方向向量抓出來 你告訴我他的方向向量是誰? 图三四 對 图三四 對吧? 這個T前面這個係數就是他的一個方向向量 然後同學我問你喔 給你方向向量 你能不能馬上給我他的什麼向量? 他的一個法向量 請問你 他的一個法向量是誰? 對 你把這兩個交換其中一個編號就好 所以你馬上可以看出他的其中一個法向量 叫做四三 先把他法向量找出來 這應該很快對不對? 那找出法向量 對於你去寫這一個方程式 會有什麼幫助呢? 欸 法向量是我們的好朋友喔 來 你把這個法向量框起來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件事情 知道法向量為什麼可以幫助我們寫這個方程式 你知道為什麼嗎? 法向量叫做四三 那就代表這條方程式 它可以長什麼樣子? 它叫做四的一次加幾y? 對 加上三倍的y 然後你令它等於多少? 令它等於k 知道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知道法向量的長相 你是不是幾乎整整條直線你就知道 它就叫四倍的x加三倍的y 擋於什麼不知道叫做k 那你說老師這k怎麼算? 欸 帶什麼東西進去? 那上面有個定點 定點是誰? 12嘛 所以我這邊寫慢一點喔 這個時候你只要把哪一個點帶進去 帶入12這一個定點對不對? 12帶進去的話 而且你馬上告訴我 這個k算出來是多少 欸 1帶進去 2帶進去 k算出來是10喔 對不對? 是不是10 所以這一條直線叫做四倍的x加上三倍的y 擋於多少? 擋於10 喔 原來如此啊 它長這個樣子 來 我們等你喔 欸 聽到我在聽說嗎? 當然你也可以把參數消掉 會得到一樣的結果 這是可以的 欸 那直線你寫成一般式以後啊 同學我們現在 是不是就可以帶我們的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所以這個螢幕來A點到直線L的距離 然後我們準備帶公式喔 看一下這題答案是多少 來 上面是什麼東西 點帶入方程式取什麼值 絕對值 好 我們把它帶進去喔 把哪一個點帶進去 把這個A點43把它帶進去 來 4 帶進去 4乘4多場 16 加上3帶進去 3乘3吃9 然後這個10要搬過來 所以要變成減掉多場 減掉10 這樣可以嗎? 然後除以什麼東西開根號 係數平方合開根號 係數平方合這個簡單喔 來這裡是4的平方 16加3的平方是多少 9 OK 所以最後算出來 我們的答案是多少 這裡25開根號 這裡是5喔 然後這裡25-10 所以是15 所以本題答案是多少 3 喔 點到直線的距離 這樣OK嗎? 欸 行不行 知道我在想說嗎? 知道喔 欸 要會證明喔 這個證明剛才上這個流程也可以掌握 然後要會用 要會用這個東西 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可以來講一下 早上他考了一個題目 來 今天的例題二 你回去有先看書嗎? 不知道你有沒有先看 來 這個例題二給他兩個贊嗎? 來 我要求L1 來 L1是誰? 叫做3X 3X加上4倍的Y 加上2等於0 來 L2 L2叫做6X 加幾倍的Y 加8倍的Y 然後再怎麼樣? 加7 加0 我要求這兩條直線的什麼? 的距離 OK OK 來 回去這個 麻煩你洗一下喔 這個蠻簡單的 可以嗎? 可以嗎? 來 我們等你喔 來 首先我問同學喔 同學這兩條線是什麼線? 平行線 為什麼? 同學你看他們的斜率一樣都是負的多少? 四分之三 他們的髮向量上面這個髮向量是三次 下面這個髮向量看他的係數68 他的髮向量是伸縮的關係 他們的髮向量是平行的 所以這兩條線根本就什麼線? 平行線 同學 平行線怎麼求距離喔? 來 你旁邊喔 畫兩條平行線喔 來 這一條叫做L1好了 叫做L1 然後這裡畫一條平行線 來 他們兩條是平行線叫做L2 同學你知道我們怎麼去定義兩平行線的距離? 兩平行線的距離是指他們公垂線段的長度 你聽懂嗎? 他們的距離是不是粗粗相等 你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線段 同時跟這兩條線垂直 這個叫做公垂線段 公垂線段的長度 就是這兩條平行線的什麼東西? 的距離 這樣好不好? 當然在沒有被任何公式的狀態底下 請問同學 你要怎麼樣去把這個線段的長度求出來?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你只要在L1上面隨便找一個P點 是不是就可以了? 因為你這個P點找出來 你再利用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算這個P點到L2的距離 你就把它算出來了嗎?對不對? 這個是不用被公式的做法 那我現在可不可以拜託同學幫我看一下 在L1上能不能找一個點給我? 你隨便找一個點 譬如說 如果你要隨便找的話 譬如說 如果令X等於0的話 你告訴我 Y座標是誰? X等於0 Y會降於負的多少? 負的1分之1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我是不是可以在L1上找一點P 那個P點你隨便找 找誰都可以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開始來算 來距離這個P點到L2的這個距離 來 我們準備這一題要得分 今天早上那一題就可以這樣做 對不對? 在這條直線上早一點 然後去算點到直線的距離 我們直接帶公式 來 我們一起來好不好? 把點帶入方程式取決對值 來 0-2分之1帶入第二條直線 0帶進去這裡是0 -2分之1帶進去這裡是減掉多少? 減掉4 是不是減4 然後後面再加上多少? 加上7 對不對? 點帶入方程式取決對值 除以係數平方而開根號 那係數平方而 同學這裡是6的平方加上8的平方 所以是36再加上多少? 64 所以請教一下各位同學 你知道最後答案算出來是多少嗎? 10分之多少? 10分之3 來 老學來幫我寫一下 如果你沒有背公式 你就這樣做 這不用背公式嘛 如果沒有背公式的話 你是不是在其中一條直線上 找一個點就好 然後從這個點 做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這樣就可以了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忠誠祥也知道我在講什麼 知道齁 讚啦 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課本其實他有去推導 兩平行線的距離公式 我現在推一次給你看齁 這個東西是這樣 他把所有的東西都把它抽象化 來 看我這邊 好啦 不要講話了 我真的快失聲了 你們覺得要怎麼辦? 來 喉糖 喉糖好像沒有什麼用吧? 蜂蜜 你們知道有種東西叫什麼? 龔大汗 那個喝了是不是對喉嚨有效 那個要去哪裡買? 中藥店 一定要去中藥店喔 想說屈臣師會不會有在賣汽 我太天真了嗎? 我太天真了嗎? 那我如果去看中藥跟他講說可以開盆大海給我 你覺得他會答應嗎? 那個還要煮喔 好麻煩喔 還是你要直接嗑藥材 直接嗑藥材是什麼會啊? 那你是穿背皮爬高嗎? 穿背皮爬高 好麻煩喔 好麻煩喔